上一次呢,我们去了乌龙山的风洞,十分的神奇 这次呢,我们准备继续前行,前往里耶古镇去打卡 从乌龙山风洞出来的时候呢,还发现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超级大的穿洞,十分的好玩 问了一下当地的土著呢,据说这个洞可以从山的这一头穿到山的另一面 到达里耶大概也是七八十公里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名字呢,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陌生 不过呢,游水河呢,相信大家很熟悉 这里夕阳的景色十分的美 其实包括我也很想知道啊,里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可惜的是什么呢,直到晚上啊,我都没有找到这个里耶古镇在哪 湘西的天气啊,真是到了晚上能把你热到壁崩了 在路边睡了一晚上,于是呢,早晨起来呢 我们开始寻找这个里耶古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头天晚上没找到里耶古城 现在找到了啊,这里是个里耶古城的一个遗址啊 怎么说呢,就说这里啊,包括里耶古城,里耶古镇 还有这个出土了三万七千多勤井 这个勤井啊,大多数都不如这里的重要 是秦国的边城啊,但是这里呢,说是保障不了安全 现在不开门,也没有人售票 整个里耶古城呢,它的名气非常的大 它是位于游水河西岸,那里耶是个什么意思呢 据说早前啊,这个当地的土家族人呢,是以渔猎为生 后来呢,转为了农肯,里耶呢,就是农肯的意思 里耶古镇啊,是一个藏在深归无人知的一个地方 据说在2002年的时候呢,在里耶的一口古城里 发现了三万七千四百枚勤井 后来呢,有专家称啊,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耶检毒 同时呢,里耶也是秦朝唯一的古城遗址 具有两千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不过呢,尽管名气这么大 但是很多人呢,并不知道里耶是个什么地方 因为可能人们对这个勤井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但是,至今呢,仍有很多秦检为对外公布 难道有秦始皇的秘密吗? 来这里看一下吧 现在听说还在考古 看去 据说呢,这里有很多的秦检啊,都有未解证明 至今为对外公开 至于什么原因呢,不清楚 里耶古镇呢,其实相当的复杂 分为里耶古镇,还有里耶古城 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这个长城呢,护城河大概有十里左右的长度 江边有人吹萨克斯 在游水上现在是雾气笼罩 非常的玄幻 我其实想找这个明清古街看一看 但是始终找不到这个明清古街在哪里 这些楼应该看起来像全部是新建的 古镇里唯一发现的一个大院啊 渠家大院 据说这个人呢,叫做渠方梅啊 是吉林省省长的前清举人 这个话呢,我没有看懂 这里有个牌子啊,是这么写的 大概就是说呢,他是宋教人的老师 可惜大院不开放 这个牌匾呢,据说是非常的知情啊 因为这个牌匾呢,做父名家 这是乾隆御赐的 这个里耶古镇的人啊,看起来不是很多啊 不过说实话,像这样的古镇一般人是逛不了 尤其像这种比较原生态的地方 这个房子呢,可能有个两三百年的历史了 看这个样子,不过也是翻新过后的 这边呢,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一个白手堂啊 这个白手堂,我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 我也没有查到资料 等一下,咱们过去看一下 清前的老街呢,一个人都看不到 着实是非常的无聊啊 只能听到区区的叫声 这边这个楼呢,是这里比较出名的 这个呢,就号称是最窄的展铺啊 最窄的店铺 陈永泰打破铺 位于十字路口呢 尽管铺面窄小啊 生意十分红红 轻入了一个瘦字,一个龟字 真是很窄啊 看看 两米差不多 这也是这里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啊 别有洞田 百合花 百合花节嘛 这是什么意思啊 船网 有水船网 卖船的 这个呢,据说叫做 唐鼎记 唐福记 这里还有个介绍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呢 基本上是有水的船啊 就他们家卤断了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万寿宫 就跟那个妈祖庙一样 没什么看头 徐季米航 老的丰香啊 米航估计不在了 只能镶在墙上了 当年呢 这里是个银楼 看看啊 龙山县 几文物保护单位 张金华银楼 这有援助户 哇 这边呢 看见房子还比较多 大概就这么多内容 前面就到头了 这可能是这里最著名的 叫一个白手堂吧 白手堂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原成台的房子 很古老啊 这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 这里面还有人住哎 看 像是江边吹萨克斯那个 老哥 现在呢 基本上成了一个微房 秦屋靠近 看看 想当年也是气势不凡啊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 上面还看到这么一个牌子 你也好乖 你也好乖 来世的路找不到了 只能沿着这个实力场地 再回去 这边有个 三沿的石牌坊 三沿四路的石牌坊 看 这边看 我没关系